狂风吹不停 看起来就像台风来袭 马来西亚几打州一出村庄 发生异常的狂风暴雨 造成六间房屋严重受损 马来居民正值摘戒期间 慈禧志工得知消息后 立即前往灾区关怀 并发放慰问经 那本古老子带我们进来这边 然后经过来到这边 看到有几间屋子真的是非常严重 有些甚至拿布来盖他的屋顶 就马上发放来帮助他们 在客团房间没想到 仁选着很少 很酷的 有机长的 确保收接吻 是因为工人 因为工人不容易 因为工人不少 会觉得有点兴趣 觉得有点兴趣 归屋顶不少 被器材 要不繁卖 要不扁卖 能不能付款 要不扁卖 反顶費多 职工也把握姻缘 宣导竹筒岁月 希望带动共善的力量 一场无情的狂风暴雨 损毁家园 职工陪伴大家渡过难关 安心迎接 开斋节 戴新闻 王泽卫 马来西亚报道